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仇得报的兴奋下 一丝压抑的愧疚慢慢浮了上来 我嘲笑着自己的虚伪 明明在我同意与他复婚时 就已经期待着这样的结局了 说我变态也好 残忍也好 我就是恨不得把曾经受过的苦千倍万倍的施加在他身上 恨不得把他所有的尊严踩碎 再看他像调狗一样 卑贱讨好 可是这样的我 也是他一手造就出来的 我和傅小乐刚结婚时 是有过一段甜蜜的日子的 我俩是大学同学 朋友圈里人人艳羡的模范情侣 当时的他算得上温柔体贴 还知道主动分担家务 有一次我来大姨妈 疼得要死 她为我忙前忙后 又是冲红糖水 又是找中药方 我怀里塞了个热宝 被她用毯子裹得像个残永 她小心翼翼地给我吹凉一碗汤药 看我喝完后 手足无措地问我苦不苦 最后翻箱倒柜 找出一块大白兔放我嘴里 我被她的傻样逗得直笑 笑着笑着眼泪就直往下流 我家里情况比较复杂 父母从小不在身边 这是第一次 有人为了这种忍一忍 就会过去的疼痛 而心急如焚 傅小乐一看 我哭就慌了 以为我是被苦的 磕磕巴巴地安慰了几句 结果最后把锅里剩的汤药盛了出来 当着我的面一饮而尽 呲牙咧嘴地说 宝宝 我陪你 那一瞬间 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生日许的愿望 希望自己也能有一个完整的家 也许老天听到了我的愿望 所以把傅小乐派了下来 可是那时我还不知道 老天送你的每一份礼物 背后都是明码标价的 大学毕业后 我进了一家外企 傅小乐则拉了几个兄弟准备创业 创业之初那段日子是真的难过 傅小乐赚不到钱 也不好意思向家里要 两个人基本上只能靠我的收入 但我刚入职 一个月也没几个钱 除去房租生活 拮据得可怕 最苦的时候 我俩连着吃了快一个月方便面 炖炖晚餐都是泡面 吃得我现在闻到方便面就想吐 吃完饭 我俩一起收拾餐桌 就着大东三浮的游屋幻想去三亚看海 我跟他说 等我去三亚了 一定要炖炖水果 标准照着大象吃 这样的生活差不多有一年多 现在想想 那段日子虽然苦了一点 但是就连加班 加到后半夜的偶尔瞌睡时 梦里都是两个人的美好未来 后来傅小乐创业就有了起色 我的月薪也涨了起来 两个人虽说有了存款 却始终抽不出时间去抱一个旅行团 直到离婚 我们也没去成三亚 都说 有钱以后人会膨胀 我本来以为这句话有些错误 至少傅小乐会是例外 没想到错的是我 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 傅小乐突然向我提出了离婚 我不知所措 张了几下嘴 最后憋出了句 你再说一遍 傅小乐很耐心地和我重复了好几遍 然后掏出了一份文件 体贴地向我指出了在哪签名 后来我才知道 傅小乐的公司来了个新人 年轻冒花单身 同我当年一样好骗 而且爹是我们市的副市长 我的生活转眼间就变得一团糟 好像前几天还和我浓情蜜意的爱人 突然一下就铁了心和我离婚 她连着好几天都不回来 回来就是强硬地让我签字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还傻傻地尝试挽回 现在想起我那些方式 我都恨不得原地消失 那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我按着她的口味 精心准备了一桌饭菜 化了个她以前最喜欢的妆 仔细用眼妆盖住红肿的眼皮 换上衣柜里最昂贵的衣服 傅小乐是喝醉了回来的 我之前从没见过她醉成这样 虽然有点埋怨 却还是心疼地给她竹节酒汤 可那一个晚上 成了我毕生噩梦的开端 她一看到那一桌子饭 就好像发了风一样 咬着牙跳着脚就开始乱摔 我气得要死 刚要上前理论 一个装满了菜的盘子 就直直地向我飞来 伤伤水水离了我一头一脸 我愣了片刻 拼命地尖叫起来 傅小乐好像这才发现 屋子里还有另一个 可供发泄的东西一样 紧握拳头 恶狠狠地向我一步一步走过来 她一把将我按到 左右开弓 抡起了巴掌 咬牙切齿道 你他妈听不懂好赖话是不是 你他妈不离婚是不是 老子删死你这个贱人 你今天是不离也得离 我挣扎 反抗 破口大骂 求饶示弱 全都不起作用 她的手就像铁姑一样有力 我做什么都无济于事 从前带给我 无数安全感的一双手 如今却把我拖进了地狱 直到她打累了 从裤兜里掏出一瓶药 掰开我的嘴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往里面倒 边倒边吼 我让你怀孕 我让你怀孕 有几片进去了 大多数掉在我脸上身上 我被噎得泪水连连 太苦了 实在是太苦了 我这辈子就没吃过这么苦的东西 这王八蛋居然连口水也不给我 最后 他歪歪斜斜地往出走的时候 把已经空了的药瓶 随手扔在了地上 我盘山着起身 捡起一看 避孕药 我一下嚎啕大哭起来 崩溃地冲进厕所 跪在马桶前 抠着嗓子催吐 感觉连胆汁都吐得一干二净 摇晃着站起来 给我闺蜜打了电话 让她陪我去医院洗胃 去医院的路上 我已经哭不出来了 心里想的 却还是傅小乐当年 哄我吃中药的时候 傻乎乎说宝宝 我赔你的场景 爱我的那个傅小乐 是什么时候死掉的呢 孩子没出世 我和傅小乐终于离婚了 他说是净身出户 把存款和房子都留给了我 孩子出生之后 每个月打扶养费 我不想和他纠缠 没多想就签了字 结果后来才知道 这人是早有准备 早就已经把财产 转移进了公司的账户 我怀孕应该只是个意外 亏我还当成惊喜一般 告诉了他 离婚后的日子 过得不好不坏 怀孕后期我上不了班 干脆把工作辞了 用积蓄开了家咖啡店 生意还不错 女儿也健康地出生了 随我姓 傅小乐也来看过几次 随后不久 傅小乐有了个新儿子 原来是把人家小姑娘 肚子搞大了 怪不得火急火了要和我离婚 这狗男人有了儿子后 就忘了女儿 抚养费不是推迟 就是少给 到最后就基本不给了 我也没和他计较 不给最好 我是一分钱关系 也不想和他扯上了 我本来以为 我会渐渐忘记这段不堪的经历 和女儿一起奔向新的人生 结果我又一次想错了 事情要从傅小乐的岳父被查说起 结果岳父没出大事 傅小乐倒是被查出来 偷税漏税了几百万 岳父一家火速汽车宝帅 傅小乐想依着儿子求情 却被女孩残忍地告知 儿子根本不是他的 他就是个接盘侠 交完了罚款后 傅小乐基本上倾家荡产 公司也办不下去了 婚也离了 出了这么大事 他整个人彻底垮了 开着车神情恍惚地上了高速 祸不单行 为了躲一辆变道的车 翻出了防护栏外 两条小腿截肢 左手肩关节多处鼓裂 这一系列事就发生在不到一周之间 想来也是讽刺 短短几天 他就从家庭花满的成功人事 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残废 有人说傅小乐打宴都被燕卓瞎了眼 是那姑娘只是员工那么做的 钱都揣进了娘家的腰包里 不过也只是传言 不可当真 傅老太太看着又颓又丧的儿子 急得直上火 又想起了 还有我这么个前儿媳 赶紧让女儿给我打电话 说老太太想孙女了 我对这个曾经的婆婆 其实没啥好感 毕竟她因为我的家庭情况 一直看不上我 后来傅小乐公司做大了之后 更是认为我高攀了她的老总儿子 离婚后还明理 按理地炫耀傅小乐新找的对象 家里多么帮得上她 不过大姑姐对我一直挺好 她一度不认这个新地席 在我生孩子的时候还经常来看我 不管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也不想下了她的面子 拉着孩子就去了医院 医院里我看着傅小乐胡子拉叉 动弹不得的样子 几乎只想笑 这么久没见傅总 居然把自己弄成了这副尊容 姑姐工作忙 老太太身体不好 于是我半推半就地给傅小乐赔了一段时间床 她出院后没多久 姑姐有点不太好意思地来找我 跟我说傅小乐想复婚 问我愿不愿意 笑话 我简直太愿意了 自从看到傅小乐的惨样 我就知道我一直以来缺的到底是什么了 我俩见了个面 她坐着轮椅 像第一次求婚时那样举着一把玫瑰 痛哭流涕地求我原谅她 说她知道错了 求我再给她一次机会 她会用一生来对我好之类的废话 我真的笑出来了 笑得前仰后合 肚子一抽一抽地疼 傅小乐惊慌地看着我 我缓了很久 抹去眼泪 拍拍她的肩膀 说 我等着 我会等着她的 不过是在地狱里 我开始无时无刻地对付小乐冷嘲热讽 言辞刻薄地超乎我想象 我明白结之后 患之痛有多折磨人 不过当她发作无法抑制的呻吟时 我只会毫不留情叫她闭嘴 并狠狠威胁 再吵到我睡觉 就把她扔出去 看着她翻来覆去 咬自己的拳头 默默流泪的时候 我居然快意地无法自已 她虽然残疾了 那方面的需求倒还正常 只是我嫌她那玩意儿脏 从来不配合她 她自己一个人也翻不上来 我就大笑着说 怪不得人家小姑娘 给你戴绿帽子 她越是气得发抖 我越是兴高采烈 我纵容女儿 向这个突然闯入的陌生人发脾气 当着付小乐的面和她说 别人不要爸爸 爸爸才回来了 我还特意把和别的男人的暧昧 合照发到朋友圈 她气急败坏地问我 这男人是谁 我就笑呵呵地告诉她是我的出轨对象 嘲弄地问她要不要也找一个 甚至 我还家暴过她 操起扫把 脱步等手边一切衬手的东西 劈头盖脸向她身上抽去 她躲不了 也逃不了 只能私生力竭地喊叫 求饶 这些我都已经亲身试过了 没有用的 她求不来怜悯 只会换来我更加 怒不可遏地抽打 自从我打过她以后 我再也不信那些 什么家暴 就是脑子一热地说辞了 那时候我清醒得很 甚至在想她单手臂斩 九十多厘米 我扫把一米多长 她够不到我对我没有威胁 家里大姑姐不会管 婆婆管不了 她一心想复婚 更不敢对别人说一个字 从黑色瓷砖的倒影里 我看见我疯狂而猙獰的脸 恰恰与几年前她的样子重合 我们还真是天生一对 我想我大概是疯魔了 我白天容光焕发地出门 晚上就回来 以折磨付小乐为乐 这是她欠我的 是她亲手把曾经爱人的 心脏划开 用她的鲜血召唤来了一个恶魔 现在鲜血已经枯竭了 这个恶魔要以她的痛苦为生 前两天 傅小乐突然神神秘秘地告诉我 让我早点关店回来 我冷淡地点了点头 转眼就去了个深夜帕 快十一点多了我才回家 一开门 迎接我的是一桌饭菜 和一脸疲惫的傅小乐 她沙哑着嗓子 问我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说知道啊 之前结婚纪念日吗 不过我都是当成离婚纪念日过的 她没话了 绝望地捂着心口跟我说 是不是只有我死了 你才会原谅我 我贪手 你要那么想 我也没办法 说完 我平静地坐了下来 拿起了筷子 汤是我喜欢的山药排骨汤 不过有点淡了 菜也是我喜欢的 可惜有些地方糊了 她这副样子 坐着轮椅 左手稍微抬起来就疼 做成这样一桌菜 应该累得够呛吧 如果现在毁了她的成果 她会怎么样呢 我不无恶意地想着 同时也付诸了行动 热汤撒了她一身的时候 她应该是猛了的 我就那么坐在椅子上 慢条丝里地将一盘盘菜 向她砸去 动作优雅而温和 就好像我在享用这一桌花石 而不是砸了它们 砸完了 我抽出纸巾擦了擦手 看着她一身菜汤的狼狈养 饶有兴致地笑了出来 我静止进了卧室 锁上了门 在美馆外面的一片狼藉 傅晓乐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看我来了 不顾手上还打着点滴 慌张地把手往身后藏 我叹了口气 割腕确实是你 能用的最经济的方式 傅晓乐瞳孔一缩 一脸被伤到了的表情 却还是含糊不清地道歉 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 我都听腻了 我走了过去 轻声道 到此为止吧 小乐 傅晓乐震惊地停了下来 的确 我都快忘记怎样不讽刺地和他交流了 我没像以前一样发火 只是又重复了一遍 到此为止吧 我们两不向欠了 这段互相折磨 憎恨的感情早就变质了 现在也是时候放过彼此了 我说 这段时间一直在伤害你 对不起 我给你一笔钱 我有个朋友 店里需要一个看吧台的 你可以去试试 到时候你要在创业还是找别的工作 都是随你 我说 我们分开吧 傅晓乐沉默了两久 最终点了点头 我伸手给他擦了擦眼泪 就像我们还在一起时那样 他颤抖着问我 真的没办法了吗 我释然地摇摇头 我没法再爱他 现在也恨不起来他 爱恨都消失后 莫然应该是最好的结局 离开医院的那一瞬间 阳光刺眼得很 我情不自禁地伸手 看着光斑在我手上跳跃 离开他的那一刻 开始我变得更加轻松了 可能对于我来说 他更像是一种束缚 束缚着我的灵魂 束缚着我的肉体 故事讲完了 我是爱惜 点亮频道的小铃铛 下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恭候您的到来